诗神泰格尔 七月的伦敦之夜,诗人庞德来到夜之寓所。 他看到在诗人夜之客厅里参加今晚聚会的都是当时英国文坛名声显客的人物,画家罗森斯里,文艺评论家布拉德里等等。 罗森斯里向我推荐一位诗人,我现在就来朗读他的诗。 夜之以主人的口吻说吧,就打开诗页念了起来。 你已经使我真于无穷无尽的境界,你乐于如此,这薄而脆的酒杯,你再立地引进,总是重新振满新的生命。 到达离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为遥远,达到音调单纯朴素的寂静,经过的训练最为复杂、艰巨。 诗的美与哲理表达浑然天成,在座的人都被他打动了。 是谁写的? 是一个印度的诗人泰格尔,原文是孟加拉语。 他自己将它译成英文,诗集名是吉坦加利。 夜之放下诗集,激动地说, 一个伟大的诗人,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都要伟大的诗人出现了。 聚会结束时,庞德要求带上吉坦加利,回去再仔细阅读。 他将它带在自己身边,坐火车时,在公共汽车上,在餐馆用餐前,他兜赌,但他很快又把诗稿合上,因为他不愿意让边上的陌生人看到自己被诗得美而感动不已的模样。 吉坦加利英文译本在英国出版后,成为英国文化界轰动一时的盛世。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刊出有关评论文章,然后泰格尔的其他几本诗集,原丁集,新月集,英文一本,也相继在英国出版。 1913年11月,瑞典皇家学院宣布这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泰格尔。 两年之后,英国又宣布授予泰格尔爵士称号,一个用孟加拉语写作的印度诗人, 怎么会在当时普遍侵蚀东方的世界文坛引起如此轰动? 吉坦加利是孟加拉语献词的意思。 他手有一百多首散文诗,文笔清理流畅,自然的美,鲜花与果实,草木,暴雨,海洋,天空和河流,都被泰格尔用赋予音韵和节奏的语言涌唱着。 同时又富有哲理的以静寓意,表达了对生命、生活、死亡等密集的深邃思考。 1861年,生于印度西孟加拉邦加尔哥达的泰格尔,自小就受到印度优秀文学、哲学的熏陶。 他的父亲是位很有造诣的研究哲学神学的著名大学者。 印度当时已成为英国殖民地,泰格尔因此也熟练掌握了英语,他较早就能用尸体文字调达自己的思考,但真正感悟他的是十九岁那年一个黄昏的景色。 那天傍晚,泰格尔在小屋里看着窗外天空中的落日余晖,他突然明白自己应该如何写诗。 因为这一刻他看到了从未见过的自然之美,他领悟了自然界的博大广阔,以往提起笔时,心中的迷惘如同雾气瞬间消退了。 我明白自己的写作宗旨,那就是尽善尽美的书写生活的丰富多彩。 印度人民掀起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泰格尔也热情参加。 他讲演、写文章、抗议异族入侵,维护印度的民族尊严。 但是,他更多的是关注印度民族自身的弱点,他要求注重民族教育事业,身体力行办起了学校。 他要求发展印度民族工业,他不是仅仅谴责英国殖民主义,也反省自己民族的落后之处。 贫穷、无知、生活习惯不卫生等。 他特别谴责印度的封建种姓制度,那种把人民分成天生高贵和卑贱的制度的罪恶。 他以文学的形式思考着民族的未来,同时也探索善良和美等人性的问题。 他写的散文诗《吉坦伽历》是献给神的。 泰格尔的神不是一般宗教教育中的神,而是指蕴含在天地万物之间的和谐的美。 是他对这种美的赤裂又无限深沉的情感投入,是他对自然的热爱。 他用诗的语言、赤诚的心、低回婉转的音律歌颂着。 难怪他的诗会引起西方文坛的惊讶与赞美。 在物欲至上的现代社会,泰格尔的诗清新脱俗,有益于净化人的精神。 成名之后的泰格尔多次出国访问讲演,欧洲各国、美国、日本还有中国他都到国。 他在访问讲演中,对受强国欺辱的弱小民族表示同情,更多的是选择英国的殖民主义。 1919年4月13日,英国殖民军队在印度庞哲普邦阿姆利泽镇压民众的抗议运动。 开枪屠杀印度平民,造成死伤1500多人的阿姆利泽塔案。 尽管占领印度的英殖民政府,用新闻审查制度竭力延缓关于殖民者暴行的消息向外传播。 但是泰格尔还是知道了,他非常气愤。 5月,英国驻印度总督收到泰格尔的一封信,信中说, 为了对印度同胞所受的凌辱和苦难表示愤怒和抗议,泰格尔声明自己放弃英国收予他的绝世称号。 一年后,泰格尔又去英国访问,朋友们还是欢迎他,但是过去颂扬他作品的上流社会却明显冷淡他,原因就是他放弃了绝世称号,可泰格尔毫无在意,他用诗也用行动表达自己对祖国的热爱。 1921年12月,泰格尔创办的和平之院举行落成仪式,他在集谈加利中曾用散文诗的形式表达了在印度的土地上,各个种族和教派的人们应该团结起来的思想。 为了建立和平之院这样一座吸取东西方优秀文化的大学,泰格尔六世高龄还不断四处讲演,多次出国募圈,请求经济资助。 他想吸收东西方先进文化知识,培植和发展印度文化。 当印度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有人提倡妇女不要学习英语时,泰格尔非常痛苦。 我看到了一种要把自己的房子变成监狱,并在四周雷起高墙,遮住外面阳光照射进来的企图。 我反对生活的饥饿化,并不反对机器,我期望机器受人驱使而不是反过来支配人,所以我不能接受对手工纺车的崇拜。 泰格尔反对任何走捷径获得印度自治的方法,因为他深沉的爱自己民族,也就深切了解印度民族存在不少落后的地方必须改进,特别是种姓制度。 用孟加拉语写诗的印度诗人泰格尔也写戏剧小说,在小说《沉船》和《哥拉》等作品中,他用人物的爱情波折,暴露封建包办婚姻的腐朽,抨击种姓制度的黑暗,反映了他深处的那个时代,印度社会复杂的生活状况。 泰格尔得到过许多颂养,甚至是他所谴责的奉行殖民政策的国家,也给他许多甜言蜜语。 当他79岁高龄时,英国牛津大学还特地赶到印度来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但是他坚持自己的观点,用诗的语言追求仁爱、自由与和谐的理想。 1941年,泰格尔逝世,他的诗却广泛传颂至今,正如他生前所说,我不能说自己是一个纯粹的诗人,诗人在我的中间已变换了诗一样,同时取得了传道者的性格。 1941年,泰格尔逝世,我创立了一种人生哲学,而且又含有强烈的情绪因素,所以我的哲学能歌咏,也能说教。 我的哲学像天际的云,能化成一阵石雨,同时也能染成雾色彩霞,以装点天上的炎炎。